你也觉得是迷你世界新版本中的骆驼 我们人类可以使用仙人掌的果实 驯服这只骆驼 一颗果子就可以驯服这只骆驼 这名骆驼非常喜欢吃仙人掌 那么我们使用仙人掌 能不能驯服沙漠商量的骆驼 小伙伴们难道你们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沙漠有一片绿洲 如果您也见过沙漠 请点一个赞 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这群骆驼 它们围绕着绿洲 并且它们最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仙人掌的果实 每当我们拿出仙人掌的果实 只需要一颗果子 就可以驯服一只骆驼 并且给它安上坐骑的安 这个时候的骆驼 就成为我们的坐骑 可以陪伴我们征赞四方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在绿洲中 有很多商人 而这群商人也有骆驼 那么他们的骆驼 可不可以使用仙人掌的果实 将他们驯服 你手机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骆驼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我和学姐发现 这只骆驼 它已经吃掉了 我一组仙人掌的果实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驯服 这只骆驼 所以这就可以证明 沙漠中的商人 它的骆驼 是不可以被仙人掌所驯服的 你们知道了吗